跟我說每一個人 也都是誰喜歡誰誰喜歡誰 誰一對誰又一對的這樣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對於男女朋友 交男朋友這事情會很好奇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 幾點要做到 然後你一定要保護自己 然後甚至比如說 現在3C手機這麼多 我就一直等於一天就很擔心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男生要要求你拍什麼東西給他 千萬不行 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你也看過 你也看過太多 太多的社會新聞 就是看到社會案件的時候 真的就要給他們機會交易 我就說你現在如果一時愛的衝動 然後你拍給了男生 照片在男生手機 如果分手之後 他到處給你同學看 你會不會覺得很丟 他說對 我 我不會做這個事情 後來他就丟回我一句話 我聽完也傻眼 他就說我又沒奶給人家看 然後我就想 你會想說他 他簡直說 你很快就會有的 翻說重點 這是重點嗎 對啊 對啊 然後反正他就說 好 反正我就覺得說 好 妳聽進去就好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說 跟現在青少年對話 已經不是我們想像的這樣子 對 真的 所以妳是因為現在小孩還小 妳小孩還小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不可能 這個不行 那個也不行 要是我就會覺得 像保險套事件的話 因為我兒子還小 我是男生 然後我就有問過我老公 所以如果說兒子 待在國中的時候 如果我發現他有保險套 我會生氣 我說我可能會把他 鎖在房間裡面 你一定要高興 他知道要用保險套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不會 我會幫他買好 對 買好買賣 真的 我這裡很多 無限制供應 對 他就說我會幫他 準備好這樣子 國中我就要幫他 準備保險套 是不是 那國中準備保險套 跟國中妳就當阿嬤 妳要學哪一個 保險套 那是保險套 當孩子要腳步 其實要告訴孩子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任何的避孕方式 都不是百分之百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不是說 只給他保險套就了事了 而是要讓他知道 其實我們新行為之後 可能會發生的結果是什麼 對於如果你看到孩子 真的他手上在把玩保險套 或是他書包裡有保險套 先知道他的來源 以及他為什麼要拿 第二個我們在關心是 如果他真的已經產生性行為 就要講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那現在我們台灣的法律 在18歲以下 不管你是就是合議 或者是這個 這個是被強迫 14歲以下刑罰是很重的 那在未成年 他還是有刑罰的 所以要讓孩子知道 他很可能會誤導罰網 這個部分也是要讓他清楚知道 了解 還有一個東西要補充 身為一個保險套的使用者 保險套是有保存期限的 我們那時候國中 我們同學流行皮包 每個人口袋的皮包裡面 都放一個保險套 說這樣可以 對 然後就可以 然後就起來 對 而且在 真的 這只是一個說法 對 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你青少年的時候 不是對性有 你是一個明顯的 是有明顯的青少 對 收青少 結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要用了 結果後來發現打開出來之後 發現 發霉了 限量的Levi's皮夾裡面 那個保險套給我漏油 就是常常這樣做久了之後 那個擠出來 那個包裝破掉 破掉了 一圈油在我的保險套 對 在我的皮夾裡 對 而且洗都洗不掉 是 保險套 而且那個拿出來也糊掉 所以保險套 不是說一個就可以擋一輩子 就是要記得換 就是 這誰不知道 只要有一缸 看那個一缸那個怎麼辦 對 兩位那個姿勢收藏 我雖然是補充新的 很多 太多了 下面就是一層油了 是 好的 下一題請出題 是的 當小孩提出 想去異性同學家裡過夜 你會答應嗎 No way 異性 異性 我覺得不可能 對 會答應 你現在 你說你女兒高中了嗎 高二 把它斷腿 斷腿 差一點 來 家裡可以 對啊 拿我們家 來看看 來我們家過夜 然後她跟你睡是不是 她的異性朋友跟你睡 不會 我就整 我就整個晚上不睡了 坐在遠方 對啊 當然女兒是絕對不可能 單獨去人家家 不管你父母在不在 那是絕對不行 那我兒子的話 我會比較放心 兒子如果給人家懷孕的話 給人家懷孕 因為我一定給他 很正確的觀念 不要這樣 真的 他去異性 男生如果去異性家 還可以商量 可是女生要去異性家 過夜就不行 就算男生去異性家 我也要讓他們父母知道 對 一定要跟父母有 有聯絡到 有機器 不能說你們兩個 甚至說我 我兒子去他女兒的家 那個他家 他父母不知道 那不行 一定出事情了 對啊 對不對 想要衝什麼我都知道 對不對 來行的 對啊 來行都知道 那我如果女兒去別人家 那她是 我跟妳講 那個是絕對不行 那個什麼 那請問需要做什麼 對 你們要幹嘛 什麼理由一定要去異性家 就是有個種子要種到這個 對 好 出品給你 收到了一顆種子 對 收到了一顆種子 可能另一顆不能選 那可能是沒關係 你們要有 來我們家 我們家 OK 很多盆栽跟種子 對不對 要吃什麼都有 要怎麼睡都有 大家睡在客廳裡 一起 你們OK嗎 我覺得我的手法會跟羅哥比較像 國高中生 就是他們不太可能是單 跟父母要求說單獨 一定是一群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把同學好朋友 全部約來我們家 然後我幫你辦一個party 就是大家玩得開開心心這樣 也不會直接說 你不准去別人家 我覺得 因為你有時候拒絕得太直接 以後小孩什麼時候不跟你說 對 沒錯 像我的話 我覺得我會讓他去 如果他真的真的很想去的話 我會讓他去 但是我也要 各著去 對 對 同學的爸爸很帥 對 兄弟跟家長之類的 所以你也要去跟著過夜 對啊 怕這樣子才有安全感 如果兒子真的有想要去的話 喂 我也沒辦法 真的要去異星家過夜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但這個要怎麼跟孩子說 我也覺得好難 其實我就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我孩子大了 像我女兒 像我兒子 高一就有女朋友了 他會國三到高一的階段有女朋友 所以其實我真的遇過很多次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家的家規是 如果要到對方家去的話 必須要對方家裡有人 對 所以我女兒 其實我兒子女朋友常來我家過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家住得比較遠 有的時候他假日會來台北玩 那麼隔天他們想要去什麼地方的時候 就會不方便 所以 那我的 我跟我兒子的說法都是說 其實我都知道 就是青少年你們現在很好 很要好 那可是難免會有身體上的衝動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第一個我要在家 就是他來的時候我必須在 就我們家裡要有人在 第二個是不能睡在同一個房間 就是他們晚上還是 像他女朋友來的話 可能就跟我女兒睡 對 或者是我兒子到 對 我兒子到我們房間來睡 那其實 孩子也知道就是說 剛講到新行為的部分 我們都講過了 該有的規範 那前一陣子其實 有遇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今年暑假 然後我兒子很想跟他女朋友兩個 去那個南部的海參館 去玩 要去肯定 去乾燒 海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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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參館 不是吃一個海參館 對 不想來就 然後他就跟我提出要求 就是說他們兩個想去 所以他就說他想去租背包客棧 那我就告訴他說 可是你現在還會成年 你去住背包客棧的話 必須要我 就是要媽媽要去負責任 那我覺得不是很妥當 所以後來呢 我就提議說 去住親戚朋友家 那我兒子不肯 所以我們兩個就為了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小衝突 對 後來呢 做媽媽的就想了很久 因為其實我是很樂意 讓他們成行的 可是我不希望 因為住的這個問題 就是產生一些危險 後來呢 我就 靈機一動 我就跟他說 那你們去 夜宿海參館好了 有沒有 好美喔 夜宿海參館 睡在一起 大家一起 大家都睡在一起 大家都睡在一起 然後呢 我兒子後來跟他女朋友 真的就去夜宿海參館了 然後很可愛 就回來之後我就說 怎麼樣 睡在那個大海草前面 晚上還有 也是那個很浪漫吧 結果我兒子就說 媽 妳知道嗎 全部都是小朋友 只有我們兩個是青少年 好聰明喔 對啊 你真的好聰明喔 所以以後他們要旅行 只能去海參館 我覺得面對教育 已經夠難了 面對性教育更難 對啊 性教育不要再跟小朋友講說 他還小啦 你不懂啦 你長大還會懂 或是什麼從石頭蹦出來 或是從別村撿回來 我覺得那都可能會影響 孩子一輩子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正大光明的 用這個健康的角度來告訴他 什麼樣的年齡 我們剛才跟大家分享 什麼樣的年齡可以分享到什麼 所以其實性教育不是在我們以前那種 真的不要談啦 這個害羞 羞羞臉事 不是 你要給他一個健康的觀念 真的攸關到他以後的人生 今天現在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可以在哪裡看呢 是的 在聽媽媽的話 臉書粉絲團 YouTube IG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追蹤啊 謝謝大家 拜拜 下次見 謝謝